海神非常后悔成神 这是为什么呢 在原著里有着这样一段话 如果可以转世成人的话 海神宁愿不要这神位 当初海神未成神时 在斗罗大陆世界里是成神最快的 一生都用在了征服大海 没有朋友 没有伴侣 就这样一人孤独地来到了神界 到了神界他才知生活是多么的枯燥乏味 漫长的岁月 早已身心疲惫 唐三表示很疑惑 在神界就不能寻找自己的伴侣吗 海神也给出了回答 海神无法做到 由于海神还有神位在身 神魂还有牵挂 神位还没传承下去 因此海神无法离开神界 在斗罗世界里 人一旦死亡 灵魂就会消散 魂师也是如此 是没有轮回的 但神界的神是拥有不死神魂的 就有了转世的可能 只不过只能是无牵无挂的神 才能去往那个不死神魂的世界 像海神这种就属于有牵挂的神 神位就是他的牵挂 就不能去 如果海神把神位传给唐三 那么海神就能随意溜达了 也不知道海神这几万年岁月是如何度过的 就是每天掉掉鱼喝喝茶吗 那真的得无聊死了 也难怪海神见到唐三这样优秀的神位传承者 海神会百般呵护了 深怕唐三给跑了 本体都下界亲自为唐三护航 深怕修罗神把唐三给抢了 为了能让唐三能更加顺利地继承海神神位 海神本体亲自提点 千任雪城神时都没这样的待遇 一个优秀的神位继承人真的太难寻找了 海神不知道寻了多少万年 感觉斗罗世界的神束缚太多了 永生不能逍遥自在 那得多么枯燥乏味啊